大家好 我是小屁 9月24日的台服天堂M最新改版消息出來了 總共有4個最新消息 格蘭肯也更新了第4週限定製作商品 這個主要是經濟紙記 這個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第一個消息就是 潘朵拉的閃彈補給箱 Snipe戒指 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商城台幣組合包 然後總共是有兩個組合包 首先是Snipe戒指小的 這個售價是300台幣 內容物就是360藍鑽 以及一個潘朵拉閃亮補給箱 小的 然後這個小的打開可以獲得一個強化飾品製作書小一個 然後這個強化飾品製作書可以製作這個 強化Snipe箱小的 然後一箱這樣子 當然你可以選防戒、英雄戒或是智慧戒 然後這個箱子打開就是可以獲得加2到加5 隨機一顆戒指 所以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這個強化飾品製作書就是等同於保底加2一顆戒指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箱的Snipe戒指 它售價是890 內容物的話就是有藍鑽1200顆 以及大箱的閃彈補給箱 大箱的閃彈補給箱可以開到 大箱的強化飾品製作書兩張喔 然後大箱的強化飾品製作書可以製作強化Snipe箱大箱的 一樣是有三個可以選 那大箱打開是隨機可以開到加2到加7的戒指 所以它這個是可以給你開兩次箱子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保底加2這樣子 那我個人覺得這兩箱的CP值都還不錯 就看你的預算來講話吧 你就把它想成保底加2就好 不要想說什麼 買大箱至少可以來一顆加5加6 沒有沒有沒有 想成保底加2 你會比較不會受到傷害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個是懸月箱組合包 這個懸月箱組合包的話是持續兩個禮拜的商城組合包 但是它的售價是2000難賺 這個懸月箱的話它是有持續7個階段的 每個階段給的東西都還不錯 第一階段是給你最高級變身娃娃抽卡各一張 第二階段300天幣 第三階段龍賺50顆 第四階段祝福富羽卷軸科硬的 第五階段是科硬住房 第六階段是科硬住 第七階段是祝福聖水大 這祝福聖水大就是1000祝福點數 我個人覺得它這個2000賺的話算是對得起它的CP值 如果它今天可以賣1500賺的話那CP值超高 所以說這個的話就是見仁見智啦 我個人是覺得不會太貴也不會太便宜 第三個就是危險的秘密倉庫 這個活動的話也是持續兩個禮拜 60燈以上的玩家每天都可以 花5500天幣進去這個危險秘密倉庫 這個是一個副本 進去你就會遇到很多陷阱 你踩到陷阱的時候你會在地圖內隨機傳送 簡單來講你踩到陷阱你就要重走一次啦 然後會有一個任務就是破壞一個危險秘密倉庫的補給箱 你如果破壞掉之後你就可以獲得了仿王的補給箱 每天都可以進來一次然後地圖的 限制時間是3分鐘 裡面已經幫你放了兩段加速了 兩段加速了 然後這個仿王的補給箱可以開到這些東西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當作是開山幣啦 開山幣 因為他的名譽幣變身娃娃幣都有75個還算不錯 那運氣比較好的話 甚至還有高級變身卡高級娃娃抽卡這樣子 好然後接下來最後一個就是大移民啦 伺服器限時移民 這個大移民的話他是持續兩個禮拜 而且禮拜日是不提供移民的 好然後這一次的話是活動期間每天的中午12點就可以搶機票囉 每天的中午12點比較有機會可以移到你想要的伺服器 好然後這次售價是1200藍鑽 60燈以上才可以移民 每個帳號是可以移民3次這樣子 每個帳號可以移民3次 然後這次的移民他有分3組 當然A組就是比較老的伺服器 B組跟C組的話就是比較年輕的比較新的伺服器啦 對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其他的一些限制的話其實就跟之前差不多 OK那這次的改版重點分析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想法或是建議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的YouTube頻道喔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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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